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2009年被评为青岛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李宗盛属于帐头某 身高都在0.6到1.2米左右 帐头某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木耳的主杆撑起了木耳的头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叫帐头某 可以说莱西某艺术是一部百科全书 那么通常某制作 那么首先我们要给木耳垫个形 然后用泥素把它完成 那么后边接着我们开膜 开膜的话 泥素上面贴上一些纸条 我们把这个形把它包出来 就为了固定我们后边就要把一些镊子的固定 也便于机后的打磨 也同时为了光滑 然后我们再化妆 头是木耳制作的核心 那么如果需要里边有眼睛嘴能动的话 我们在里边加装机关 当然这个木耳头做成功之后 我们后边就给它再装装身子 然后再整个把它安装起来 安装进行调试 调整 制作一个木 大概周期就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木耳本身它是一个傀儡 是被人控制的 所以说我们观众看到了木耳表演 其实都是我们演员表演的 演出杖筒木耳的时候 我们演员需要具备三大基本功 一个是举功 一个是碾功 一个是步功 举功主要是我们演员举着一个木耳 我们要求木耳的头跟我的左手 还有我的脚尖是一屑的 要举半个小时以上 演员工主要是通过右手来控制木耳的两肢胳膊和手上的动作 一般人练的话 我们通常需要三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还有一个步功 步功就是通常我们讲戏曲爷爷应该具备的戏布 当然了这个三大白骨精西游记呢 这是传统的一些木耳剧 现在呢我们也创新 做了一些这个人有通台戏 这是我师父那一代 之前他们没做过的 从17年吧 开始呢我们逐步逐向了国际舞台 参加一些这个国际交流 因为像是美国啦 新西兰 还有这个瑞典 这些国家呢 基本上我们都成功的出访过 而且呢非常受国际语言的欢迎 我们马上就要在青岛五四广场的一个叫浩克山东 时尚青岛这么一个飞夷展演项目 展示我们木无变脸 九四一变脸 变脸为核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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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从事这项木耳艺术呢 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吧 我希望呢这个木耳艺术在我们手里呢 能够传承好实现木耳的产业化 就出国门逐向国际 我希望是个人的下马银河 我希望你能够传承好 这个梦耳的泽子 有点瓶 有点瓶